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你可能听过硅谷车库创业的传奇故事 惠普,苹果,谷歌都从一个车库开始 而如今这个象征科技创新精神的概念正式落地新加坡 惠普宣布在新加坡设立全球首个创新平台 Garage 2.0这不只是一个象征,更是一个信号 因为这一次新加坡不再只是亚洲总部 而是走向全球创新的测源地 Garage 2.0不是传统的实验室 也不是简单的孵化器 它更像是一个汇聚技术 商业与制度创新的超级接口 背后是惠普的全球资源 也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And持续推动创新网络化的成果 这一步代表新加坡正是从 区域生产基地升级为全球创新节点 过去我们说新加坡是效率之都 未来或许要加上一个新称号 创新之都 那么惠普为什么选择在这里 启动全球首个平台 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新加坡AI战略的深层布局 在过去几十年外资科技巨头来到新加坡 大多是为了设立制造中心或区域总部 新加坡以稳定的制度 优秀的人才和完备的供应链吸引全球投资 但Garage 2.0不同 它不再追求产能 而是聚焦创新 它的使命是孵化新技术 验证商业模式 连接产业与市场 这种从制造到创造的跃迁 是新加坡经济发展路径的重大转折 更重要的是 这与政府近年来推动的 全球创新网络 GIN战略完美契合 新加坡希望成为跨国企业 创新活动的前沿阵地 让本地初创学术研究和跨国 企业形成真正的创新闭环 惠普的选择正是对这个愿景的高度认同 换句话说 Garage 2.0不仅是一个企业项目 而是一个国家级创新节点 它让新加坡不再只是 全球科技产业链的执行者 而是走向侧原地的角色 Garage 2.0的真正意义 还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创新逻辑 系统性协作 传统的创新中心 往往以企业自身为核心 但惠普这次引入了一个 更复杂的协作架构 企业提供技术验证和市场通路 政府负责政策与风险缓冲 学界与投资界贡献人才与资本 这是一种典型的AI生态共创模式 它的核心是让不同层面的创新力量 并行运作 形成制度资本与技术的动态平衡 同时惠普选择聚焦边缘AI 智能制造 打印科技等垂直领域 这与新加坡先进制造2030战略的方向 完全吻合 这些方向不仅符合国家产业升级目标 还能带动本地中小企业的数码化转型 通过Garage 2.0新加坡 不只是吸引外来科技 更是构建出自己的AI产业生态系统 一个由跨国企业带动政策制度支撑 本地创新接力的复合创新引擎 但创新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文化 Garage 2.0的核心价值 是帮助新加坡补齐创新容错的文化短板 长期以来新加坡已经确执行著称 这使得国家治理与企业运营都极为高效 然而创新需要一点可控的混乱 惠普在Garage 2.0中植入失败及学习的文化 让实验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这样的机制让初创团队敢于尝试 敢于失败也能快速调整方向 尤其是在AI领域 这种安全的失败模式能显著提高创新效率 换句话说 新加坡正在通过跨国企业的平台 重塑自己的创新性格 在制度托底下学会冒险 听到这些 你是不是已经感受到 聊一股不可忽视的科技洪流 新加坡的未来到底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 接着往下看 当硅谷车库精神落地新加坡 它不只是一次品牌迁移 Garage 2.0象征着新加坡 科技创新战略的三重进化 全球化的创新布局 本地化的 AI应用生态 以及文化层面的创新转型 这三股力量汇流 正在重新定义新加坡的科技形象 新加坡曾凭借开放效率与治理 赢得外资信任 如今它要在AI时代 用制度保障创新 用文化激发创造力 惠普Garage 2.0的出现 是一个象征新加坡不在 只是全球科技版图上的节点 而正成为新思想 新技术 新产业的策源地 从1938年的小车库 到今天全球首创的Garage 2.0 惠普的创新精神 贯穿了85年的商业历史 世界能否迎来一个 新的数码时代符号 就看新加坡 如何接住这一接力棒 好了 听完了今天的故事 你对Garage 2.0的未来怎么看 人工智能的创新生态 会不会真的颠覆全球科技市场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你的答案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